美国中期选举于8号举行 选情胶着 烧钱凶猛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社会撕裂催生出 美国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竞选支出激增 又反过来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 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 无党派机构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 2022年联邦以及周一级选举 累计花费预计超过167亿美元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社会撕裂是助推美国选举涨价的重要因素 贫富分化 政治极化等因素 导致群体利益冲突裂痕 无处不在 疫情 堕胎 控枪等涉及经济民生 方方面面立法 均成了党争博弈的擂台和筹码 过去一个政党为了争夺选民 要在10个政策问题上买广告影响选民 如今却可能要在20甚至更多问题上 投放广告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民主党今年在堕胎议题上的广告投入 是2018年中期选举的近20倍 公开的秘密网站执行董事希拉克鲁姆霍尔茨表示 与四年前相比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不仅政治分歧更突出 而且烧钱更凶猛 竞选支出激增又反过来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不同党派支持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近六成美国受访者认为 民众不仅在政策领域意见相左 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91%的美国国会席位 由获得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 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成功当选后 往往为其背后金主服务 而不是为普通民众发声 建构于金钱之上的所谓美式民主 早已异化为前主政治 四十五中处当前 由获得资金主义 由获得资金主义 到最后 获得资金主义 感谢观看